那么当时到现在我就想这玉达的传奇 啥时候能验证一个王国一个政权的跌宕 什么时候能看到所谓的皇帝的死亡啊 兄弟姐妹们 当他们开始拍面玉达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我说看来大事要发生 我深信会发生 22天前我曾经跟好多战友秘密的战友说过 我说我们有战友要行动 战友可能要改变历史 可不是跟美国大选有关系 我再重申一遍 从来我们没指望美国能帮助我们灭共国 他只能协助灭共 从来没指望他帮我们灭共国 他只是协助 我说的是内部 以共灭共 还有新中国联邦的战友灭共 这是我当时 我这一直以来的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战友们想知道吗 我再说一遍 战友们 关注苏州 上海 北京八宝山 咱们亲自验证一下爆料革命的战友们的力量 咱们亲自看一看 中国的真正的奇门遁甲 零还是不零 我们再验证一下 中国人是否继续被奴隶 共产党是否应该被消灭 我希望我们的战友们 我希望我们的战友们在行动中注意安全 我希望我们现在获得的信息都是绝对准确的 我希望这一次是上天和爆料革命的神来之笔 上天不能只给我们一个斧子 上天还应该给我们一个稳定的 安全的生存环境 我们有灭贼的斧子 我们活不下去 我们要的是灭了贼以后一个安全稳定的国家 社会的生存环境 我们伟大的战友 不管你们付出多少代价 有些事情文贵在这没法说 但是历史和未来的新中国联邦不会忘记 我们将向世界展示新中国联邦的力量 和爆料革命的力量 在这个属于我们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的这个平台上 GTV和GNUS这个平台上 我们今天再回顾1976年 中国的那个历史性的变责 我们不会再给共产党再有另外一个76年了 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再次的串得中共的权力 和再次的利用串得中共的权力 绑架14亿中国人民 历史绝对不再重演 因为有新中国联邦 天意 天时 地利 人和 都站在了中国人民和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这一边 你们想知道结果 请看CCTV中共电视台 大家关注吧